大家好啊 今天聊一下庆余年二中的穿帮镜头啊 有运动鞋呀 衣服的标签呀 还有智能手表啊 非常精彩吧啊 这个剧 就是庆余年二吧啊 没有逃过这种 观众的眼睛啊 这个从这个选角色上来说啊 演这个颜冰云的吴仙剑啊 就是一说完话 他就拧嘴啊 人家感觉就是跟姚蜜学习一样啊 就是把这个嘴啊 免完啊 就是当这个断句了啊 完事 叶灵啊 就是干巴巴的啊 这个身材呢 非常薄 看起来啊 就是连刀都拿不动啊 这个画面呢 就是说啊 嗯 这种把这种将门虎将的形象啊 就是说 稍微有点不妥吧啊 从这个幻觉就是说 没有问题 但起码呢 你换一个比较壮一点的啊 给人感觉就是效果比较好一点吧 从从这个剧情上啊 虽然就是说啊 第一季啊 犯贤想打破庆国一直以来的这种官场风气啊 但是全程呢 没有 感受到犯贤的有什么实力啊 几乎就是 叠加了各种各样的 大个吧啊 原本想查贪腐啊 却被有心之人呢 传承了就是 借这个查贪腐之名啊 与二皇子进行这么一个争斗啊 从这个剧情上来看 呃 从 就是他们争斗吧啊 于是呢 陈平平就站出来啊 让范贤呢 掺自己一半 好堵住 悠悠众口啊 就是结果呢 陈平平没有什么事啊 一切都是庆帝带给他的啊 就说 从这个剧情上看啊 这种操作呢 多此一举啊 有什么意义呢啊 给人感觉 就是在调查川维这件事啊 川维啊 就是 好状元啊 就是说 范贤身后的林相啊 又站出来了 甚至呢 不惜告了还乡 古代官场呢 就是说 有这么多 这么大的 牺牲精神嘛啊 把自己牺牲掉 就是整个就是剧吧啊 让人非常无奈的啊 莫过于第二季中庆余年啊 这些穿猫镜头啊 简直是 嗯 非常一个比一个离谱吧 给人感觉 首先就是说啊 庆帝的运动心啊 得知范贤死后啊 庆帝 从这个皇宫里啊 跑出百米冲刺的这么个速度啊 说实话 看到这场戏呢 第一反应 就是怕这个庆帝啊 跑着跑着 一下就是跌倒啊 就是害怕 毕竟啊 这个地面上非常的滑呀 古代的这种手工鞋呀 手工的鞋子啊 因为 这个防滑作用啊 就是说 不是那么多啊 万一摔倒了怎么办呢 反正从这个 镜头来看吧啊 原来这个庆帝穿上一双就是 远动鞋啊 嗯 就是说 嗯 为什么跑步这么快呢啊 风驰电车啊 这样的感觉 原来在他脚下有一双运动鞋啊 翻鞋呢 作为青鱼脸中的这种角色吧啊 自然 很给面子啊 这种造型一套一套的发型 也没怎么变化啊 这个衣服呢啊 反正什么样式的也都有吧 不过其中 最高的就是这种白色刺绣装啊 还以为 嗯 认为就说这款好看啊 半鞋 穿的比较多吧 但是镜头拉近啊 会发现啊 原来 他是因为好穿啊 又说 这种 在前面啊 有一种 又拉链啊 给人感觉就是说 难不成半鞋的妈妈叶青梅 是从这种 从现代带过去的啊 这种拉链啊 这个作为就是说本剧的 非常有名的场面吧 翻鞋主持的川维考试啊 在剧中呢 就是说 属于是一个高潮段落吧啊 翻鞋呢 提前做好了铺垫啊 就等着川维大线 身手啊 但是呢 其中一个镜头还是传光了啊 就是说很多学子 在门外啊 作为 考官的范鞋呢 则在台阶上给大家 就说加油啊 打气啊 之类的话啊 仔细看这个 右边还端着摄像机拍照的 这个男人呢 如果 在镜头里啊 都 拍进去了啊 就是说 整个给人感觉就是 不怕观众出戏的这么个感觉啊 还有就是藏在柱子后面的人啊 范鞋 板城刺客啊 监工 那场戏呢 就是说 本来有点就是说不切实际吧 直接在宫内啊 飞檐走壁啊 还让人传话给皇上 传话给公公啊 放在现实中呢 而且呢 恐怕早就被 乱箭射死了啊 没想到啊 这个太太呢 找到这个 侯公公 这场戏呢 竟然也能就是出现 穿帮的镜头啊 仔细看 所有的就是穿着古装啊 在走廊里 打扫啊 但是呢 柱子后面还藏着一个就是 上山穿着白色衣服 下山穿着黑裤子的这么个人物啊 明显的就是说 不该出现在这样的场景里啊 藏在柱子后面啊 没藏好 给人感觉就是说 不是太细心吧啊 再一个就是后期处理啊 也没处理掉啊 嗯 整个剧情中 这个二皇子啊 就是说 给人感觉就是 嗯 站眉站向 左眉坐向啊 就是连走路呢 有一点就是歪歪扭扭啊 正音这个原因吧啊 二皇子啊 他也就是说 穿帮了啊 就是 古代他这个衣服是 纯手工制作的啊 就是在衣服上会出现 非常显眼的标签 就说 可能是二皇子这种 呃 姿势啊 就是观众呢 嗯 不看到都非常难啊 还有就是说啊 非常离谱的是这个 郭尚书啊 智能手表 智能手表 在第一季中啊 就是 给沈虫 洋衣服啊 这个 就露出一块 打手表啊 本以为这样问题啊 就是说在第二季中不会再犯了吗 下次不会出现了 搞笑的是啊 在第二季中啊 不仅出现了手表 并且呢 手表的款式 还升级了啊 直接变成了 无品牌 这种先款的 啊 智能书表了啊 反正 这场戏吧 波上说啊 看到了有人过来了 就是装模作样的 赤粮啊 因为就是把手 举起来啊 他这个衣服和胳膊 下滑下去 这个手表呢 自然他会 露出来的啊 就是说 难道是叶青梅穿越过去制造出来的这种手表吗啊 人都没没了这么多年了啊 手表呢 还能就是说自己升级换代啊 变成触摸屏的这种 智能手表啊 就是说 当时直接把观众啊 吓傻了啊 吓傻了啊 反正一场戏啊 也拍了很多遍吧 反正这种穿 穿帮啊 就是说 在剧中啊 拍了又拍 为了呈现不同的 角度啊 但因为这个道具 和有这场景的差异吧 一能一眼 就能看出啊 拍了好几次啊 首先就是说啊 范不舅啊 范不舅呢 在海唐朵朵啊 打的这场戏呢 非常精彩啊 海唐朵朵就是两把大刀 扔出去啊 把这个范不舅呢 羞辱一把吧啊 但是 仔细看会发现啊 海唐朵朵 把范不舅打出去 那个镜头啊 明显属于是单拍啊 就是说范不舅被钉在树上的时候呢 身后只有两棵树啊 其余的全都是这种 灌木丛啊 就是说一棵树都没有了啊 这个海唐朵朵呢 就是举起一块这个木头啊 直接将这个范不舅啊 然后钉在上面的那棵树啊 就是说斩断吧 范不舅呢 也飞了出去啊 从这个镜头一转呢 范不舅 就倒在了两棵树中间啊 就算不是刚才那两棵树啊 也不是飞到后面的灌木丛里啊 就是说 这种船帮非常明显吧啊 这个魏公公啊 本来是谭不舍费啊 行贿 还被二皇子就是罩着的魏公公呢 是一个狠人啊 就是说 没想到就是一上来 被这个范贤给秒了啊 这场戏呢 就是拍了好多遍 从魏公公被拖出去 这个脚印呢 都可以看出来啊 地上有明显的划函 但不只是一刀啊 在地上有六刀 就是看来这场戏嘛 得拍了好几遍吧啊 不得不说啊 就是说 年纪大了 还有一次一次的被人 就是往外拖呀 往外 往外抬的啊 给人感觉也是 非常非常 不容易啊 非常非常辛苦 这个就是说啊 赖宁城啊 就是被打的那场戏啊 就是 这场戏中啊 很多 观众呢 给人感觉就是 一个泪点吧 老歇骨 是就是说 被打啊 这种场景啊 非常属于是有冲击力的啊 这场戏呢 就是说 演过也不止一遍啊 从镜头给出的特写啊 赖宁城 黄山都被打的是 血肉模糊啊 衣服呢 都 彻底染红了 最初啊 在镜头面前还能显示出 肩膀处这种 有红颜色啊 留下来 但是换一个角度呢 冠权一步一步走向 赖宁城时呢 他身上的这种红色啊 就是说 嗯 竟然就是好了啊 反正 衣服啊 不全是染了红色啊 肩膀 这个 这个红 红色的 肩膀处啊 也没有了啊 大家 看一下 原句啊 就明白了啊 就是说 这不仔细看呢 难以看到这样的 传绒进度啊 很多细心观众呢 很容易就是说 因为看到这些 穿帮呢 就是说 非常出戏啊 就说如果拍 不好剧啊 就是注重细节啊 细节啊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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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